其實現在因為高科技相互觀念性非常之大 所以很多人也認為會不會引起戰爭 那倒暫時不會 因為你打到對方也直接打到自己的謠害 這種情況 那過去很多人擔憂 中國會不會對台灣動也是這個理由 它一動它直接垮 這個就是台積電 我們除了台積電還有幾個公司 所以大家不曉得 它掌握了非常關鍵的技術 關鍵的神品 所以它如果 我直接講好了 它把那個工廠再討厭 它如果一個飛彈打到台上 它自己也好 所以換言之 目前是這種互相關聯 越來越密切 因為 常常 一個成品 它需要上網準的組件 那有關鍵的幾樣 控制在我們這裡 它就沒有辦法 就好像我們身體缺乏了某一部分就完了 就走 癌症就 就報廢掉了 像這個台積電也是一個非常關鍵 不過台積電是供應大量的 愛心 對 所以 當然 現在兩國的貿易戰 會使得整個整體貿易量 是我講的 對台灣當然有影響 但是 也有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移到台灣 就等於 你加重了大陸的課稅 相對台灣的產品就會比較便宜 現在你看到我們 還有一切 訊息 在умне 就我們忘記了 在清 thirds 那裡 是 抗摩 原因 其實 我們